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娱乐娱乐了 轻松有趣生动休闲 娱乐秀的时光如约而至 让我们一起enjoy 各位好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来到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嗨 问候大家 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娱乐秀节目每天下午就在这里 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首先来看几位演员的最新情况 舒奇在威尼斯海边的一个阳光大片释放出来 最近她不是在那里当评委吗 纤细的腰线 笑容又美又洒 在海边关键是身材好 另外这次也去参加第80节威尼斯电影节的李孟 在社交媒体也分享了一组秋日随拍 身穿白衬衫 还牛仔裤 感觉非常的简单干练 然后戴着亮皮的黑手套 非常的吸睛 一下子就拔高了那个个性度 在简约大气中增添了几分酷酷的感觉 李孟同时配文分享了她的行程 说住进了200年的老房子里 狠狠地感受了一下意大利的秋天 去看了一部电影叫爱是一把枪 那李孟所主演的短片故事 就是和李红奇导演的处女 做爱是一把枪都在本届威尼斯电影节上展映 而此前这两位也曾经在 《那个我最喜爱的陌生人》 还有《解忧杂货店》当中有过合作 另外香港媒体报道 也是香港的著名导演曾国祥 爆料说与他多年结婚的妻子王敏毅婚变 据说要分开了 原因就是聚少离多 那现代人工作忙着肯定的 那针对婚变的传闻 曾国祥本人并没有发声回应 但他的妻子王敏毅 则是在6号的凌晨透过社交媒体 晒出了多丈夫妻的合照 也是借结婚四周年的纪念日 高调撒糖 也是破了这个混变的传闻 谁说的 那他晒了除了有和当年曾国祥的结婚照外 还分享了平时的一些撕照 比如说跟老公深夜在街头欣赏烟花 黑色的夜空 绚烂的烟花 夫妻俩紧密相拥无比浪漫 同时王敏毅还用英文写下了动情的文案 意思就是 有你在我身边 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快乐 最感恩和最幸运的人 四周年快乐 我亲爱的老公 而之后曾国祥也回复说 愿意与你一起的时光 慢慢的慢慢的流逝 从言语当中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有婚变 也是一点点的瑕疵 那夫妻之间我觉得都有了 生活的磨灭磨灭了 对于说 那来自香港的这位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 曾经做演员很久 后来做导演 指导的有名的片子 像七月与安生 还有少年的你 那去年的时候 还指导了网飞版的三体 第一集的内容 也是为全剧奠定极调 挺厉害的 年轻有为 而今天电影公司官宣了 必干导演的第三部电影 叫狂野时代 发布了首张概念海报 也官宣了 将会由易阳千玺和舒淇来主演 影片盖树说是 一个女人在手术中沉睡 她发现意识之中存在一具 仿生人的残骸 于是她用某种离奇的方式 将她复活 随着仿生人的感官逐渐苏醒 然后他们一起坠入人类的意识之海 说的我云里雾里的 我都搞不清楚 到底会怎么来拍 那必干呢 是来自贵州凯里 2015年拍摄了路边野餐 当时夺得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新导演奖 也是该奖像历史上最年轻的得主 2018年她所指导的电影 地球最后的夜晚 也入围了第71届 嘎那电影节 一种关注单元 娱乐继续秀 我们来关注明星的其他的一些消息 家庭所事吧 比如说林俊杰 今天就宣布自己正式当叔叔了 Uncle 有人会叫他Uncle了 然后他高兴地抱着那个小baby 他说是林家的新成员 小公主Charlotte 然后还说恭喜哥哥大嫂 还为我们准备了大餐 哦有家的味道 是啊 多了一个孩子 这个家就更圆满了 据说小时候的林俊杰 就是把哥哥当作偶像 因为是大哥哥 就经常跟着哥哥的屁股后面 做任何事情 直到接触了流行音乐之后 就爱上了音乐创作这条路 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径 现在来看孩子们的景象 这边小海绵上学了 Angela baby也是送儿子去上学 baby呢长发皮肩 但是戴了口罩 还有遮阳帽 身穿白色外套 黑色短裤 就是非常的低调 而且就跟很多普通的家长一样 送儿子送到教室门口 眼神就跟随着儿子走进教室 看他坐下那种母爱 那种那种怎么说呢 担忧期许 然后很多矛盾的心情 我相信每个送孩子 第一天上学的家长朋友们 都有感受过 这边上学的上学 王源就发文给粉丝报平安说 一切顺利 今天开始正式上课 然后还分享了早上一早出门 以及晚上回家时 抬头看到的月亮 早上早出门的时候 的确会看到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然后晚上那更不用说了 哇早出晚归 北京电影学院 今天也开学了 一些开学典礼的路透照曝光 尹浩宇作为新生代表上台发言 2003年尹浩宇出生于德国的 他是一位泰德混血儿 泰国和德国的混血儿 然后当年参加了创造营 成为了当时成团的 Into One的成员之一 而今年他又成为了 2023级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9月5号 昨天女子团体FX的队长宋茜 晒出自己美美的照片 也是纪念这个日子 出道14周年 他感谢粉丝说 2009年9月5号 谢谢你们记得 而不少热情的粉丝也回应说 我们一直都在啊 一直都在关注 不管是团体里面的宋茜 还是以个人身份的宋茜 而今天周于通发微博 为自己的妈妈庆生 晒出了带妈妈出游的铜框照 各种搞怪的表情 然后感叹说 我们越来越像好朋友了 真好啊 有时候母子母女 父亲和孩子 母亲和孩子的关系 在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青春期的时候 往往相对比较的激烈和冲突 但是等到大了之后 反而各种的情绪都释怀了 反而变得能够像同龄人一样 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了 还搞笑的事情来自王大璐 王大璐最近去韩国 参加一个时装周 然后释放出一些现场的图片 哎呀 结果被人看了以后 被人笑话 就是说 他身穿蓝白条纹的西装 树的还好是树条纹 然后一头显眼的红色头发 然后呢 脸部微微发胖 我已经觉得不能用微微两个字了 有人说 哎呀 看来没逃过韩国的空气酵母啊 还有人说 王大璐肿了 王大璐肿了的好处就是 咦 嘴小了 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 随后王大璐也发文回应 哎 阿天活着就好了 秀结束 我就去减肥 绝对不会照骗你 然后在视频当中 也是笑称自己真的胖了 不好意思 然后就再现撒娇说 阿天经历了八百万 重一点 怎么了 能好好的就好了啦 等一下继续去参加别的秀 耶 他还胖得有理呢 不过对于演员和歌手来说 身体管理真的很重要 一方面也是为了你的专业度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 像是歌手张碧晨 今天就晒出了正在练 普拉提的照片 在一个木床的一个器械上面 然后这边两个绳子把腿翘起来 哇 身体绷得直直的 然后他配文说 一周六天普拉提 我只能说坚持就是胜利 倒计时四天 哦 原来是要开即将到来的演唱会 所以为这个在锻炼呢 张碧晨 作为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 为了在演唱会上 给粉丝呈现最好的状态 不仅在音乐上不断的磨砺 更是也要在身体状态上 做好充分的准备 所以有人说 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也是看这个艺人的实力的时候 不光是唱歌 那体力啊 你要有体力才能唱得好啊 而普拉提训练 不仅可以提高身体的协调性 平衡性 也能够帮助人们在压力下 保持平静和自信 还有瑜伽 好像也有同样的效果 当然运动是要坚持的 不能说是临时抱佛教 我觉得他一定是坚持在做运动 而在演唱会前 在紧凑地做一段时间 所以坚持哦 各位 下面我们就来听 张碧晨美美的歌声吧 这首歌来自张碧晨 和毛不易的合唱 黑月光 歌曲歌后继续回来秀娱乐 翻新时 太眸间 忽然月上雀 红尖时 花三千 大雪凌落的眼 侧一只 一只碎云尺 怀悟一只蝴蝶 不得试着水里 把回忆 吸一遍从此不相见 我牵过软鱼开过的花 眼酸到说梦话 青丝盘旗 全一岁无碍 一抱无尽的头盘 我请你万千 借时光走马 独行过一瞬被爱呀 自去冷漫 深涯与古沙 天正如月光不祥 或者却花呢 ح BBQ 晓华 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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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泪是 烟火是 温落难的线 离别是 一擦肩 相思无人奉献 要不是 说了谎 轻易提到永远 怎会有被吻里那么多 为万千人的心心点点 我见过软鱼太过的话 人算到说梦话 青丝叹几圈 一岁无碗 一花有无尽的后话 情意的眼前世望走满 独行过一瞬被暗暗 思绪了满身 鸦遇不下 千长如月光无暇 你听那一幕一起的花 如同中山芳华 无论走多 秋星之风下 那月光与我时太佳 请你爱是感知伤疤 也许就温柔活一瞎 自知的满身 鸦遇不上 那恨恨不上 伤疤不上 伤疤不上 我因此最爱是感知伤疤不上 最爱是感知伤疤不上 这都不上 我今晚比较多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嗨 欢迎回来娱乐秀 刚才那种曲调就是有点像 这首歌好像也是古装片的一个插曲 那张碧晨的声音真的很适合 像是唱这种古装剧里的 就像是古代的仙女的声音 欢迎回来娱乐秀 我是小芳 继续来看电影方面的消息 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 万圣节前夜的谋杀 所改编的电影《威尼斯惊魂夜》 发布了一些新片段 大名鼎鼎的侦探波洛和林梅的对话 激发了人们的兴趣 在曝光的片段中 肯尼斯布拉纳对杨子琼所饰演的林梅表示 很不相信不屑 不相信鬼魂 然后一盏巨大的吊灯就在众人面前 吊了下来 让大家惊恐不已 这部影片也是明星云及阵容豪华 由东方快车谋杀案 还有尼罗和尚的惨案原版 原版的班底回归来制作 迈克尔格林编剧 奥斯卡影后杨子琼领衔 还有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肯尼斯布拉纳 回归第三次化身为大侦探波洛 另外还有爱美奖的事后蒂娜菲 杰米多南 求德希尔 凯利雷利 还有爱玛 莱尔德 凯尔 艾伦等等 重磅的演员 精彩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 电影《威尼斯金婚夜》 定档9月15号在美国上映 恰好就是阿加沙克里斯定诞辰 133周年的纪念日 也是想以这一部全新的改编力作 向他来致敬 而今天得到的消息是 影片也已经定档9月15号 同样一时间在内地上映 中国内地上映 另外接踵而至的两部片子 也比较优秀的是由 朱利亚罗伯茨 马赫沙拉阿里和伊桑霍克 主演的《远离世界》 被确定为 美国电影学会电影节的 揭幕片 将于10月25号在美国公映 然后12月8号在流媒体上线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 两个家庭之间 有一对夫妻去纽约长岛的 偏远的角落 要跟一对儿女享受 亲近的假日 结果他们短期租住的 房子的房东也回来了 结果城里又遇上了 且史无前例的大停电 那在郊区他们的网络 电视收音机电话 全部被切断 也就是跟外界切断了联系 而当地这时候又出现了 奇怪的伤症 好像是动物们在进行神秘的迁徙 总之与世隔绝的现状 加上种种的怪事 让这两家人的身体健康和心态 都开始面临崩溃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家庭 租住者是高阶层的白人家庭 房东是高阶层的黑人家庭 双方的种族差别和各方面的差异 逐渐占据主导 也让他们忽视了 更加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 所以这将是一部充满了 种族色彩的影片里面的冲突 人与人之间的猜忌 都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 当然也有父母的身份 种族和阶级的复杂性 探讨我们最亲密的纽带如何被乘塑 以及在危机时刻如何形成 意想不到的新联系 这个可以讲的故事有好多 感觉 另外由托德海因斯指导 纳塔利波特曼 还有朱利安·摩尔两大女主 所演的电影《五月十二月》 公布了一支前瞻性的预告 预告片里两位女性的故事 就好像进水流淌一般 不动声色地这么流淌着 预告里面台词很少 也不难看出整部影片的质感和风格 但据说两位影后同台标系 里面有很多情感和欲望的交织 本片故事发生在两个女性之间 也是刚好是托德海因斯的 这个创作的比较擅长的领域 他此前的卡罗尔一样也是讲述两个女性的故事 按照计划 本片将担任纽约电影节开幕 11月17号在美国上映 12月1号上线枉飞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严肃的 搞笑的 怪蛋的 有趣的 愤怒的 平和的 其实我们这辈子会跟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 今天你又遇见了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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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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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